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又來到新一集的《鹹爆香港》 今天我的樣子都很鹹鹹的 一早起床就和別人吃了飯 現在來到這個節目 今天我們請來一個 我又不覺得你很年青 不過你說你自己是年青的民主青 不是我欺騙你 先介紹一下 他就是民主青年的主席 莫少倫 為何你的番名叫阿孫 這個是在我中學時代 就喜歡到 亦都是我教會 我經常都參與不同的幫手 那時做到那些人叫我 算了無所謂 所以我就不如你叫阿孫 每一項都答應 最終是否發覺每一項都答應就是好 可以為大家知道其實不是 即是不要算了 我以為算死粗就算了 裘孫你又說 小時候被人騙了 那是誰騙你 還有怎樣騙法 怎樣騙法 我未讀完孫 我是19歲左右 有一年的暑假 一個中學的師兄 都說我們的黨員王良喜 是 他就說會參選 想搞些地區服務 想找我幫忙 他就跟他同一個教會 結果就去幫他忙 我每次幫他擺檔 側頭側尾 做阿孫跑腿 然後又幫他做單張 見市民 甚至最後做他的選舉經理人 之後他就順利當選 是幾年前的事 99年 99年 其實梁喜好像是2003年 有沒有連任到 有 去到2007年 梁喜才選不回 我繼續幫他選完之後 他就兼職我 因為還在讀書 因為接下來有教立法會選舉 黃誠志 黃誠志邀請我 又過去幫他忙 結果他又選到 99年又幫人付選 2000年又幫人付選 是的 那你何時開始自己選 到2003年 是的 其中一位 僑倖當選 其中一位最年輕的區議員 那時23歲 舊稱 剛剛 那時就被黃誠志和迪志遠 他再跟我說 那時候 去到那年 2003年暑假 我都未很決定去選 他就說 年輕人怕甚麼 沒甚麼輸 當過經驗玩玩 結果 可能七一效應等等 民主黨的聲望 一些過去的北區裏面 很強的民主黨地區工作 僑倖贏了一個 在地區做了十年的 民建聯的老臣子 在粉嶺長華村 開始了我從政的生涯 對到現在 那時還未夠稱 剛剛夠稱 那時23歲 23歲 我記得我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就是未夠25歲 未夠25歲 差不多 現在轉亞間已經四分一個世紀 現在是民主主 但你為何會參選呢 我跟你時間差不多 我九九年的時候 不是九九 九九我都做了很久 我應該是七九年 七九年 九九年就入大學 那時與人不熟 那時學生會的副會長 就是李永達 那時在大學讀書的時候 有放眼關增 放眼世界 認識祖國 關心社會 爭取權益 那時我參加了一個清華大學交流團 去北京訪問清華大學 去交流 那七九入大學之後 接著八零年 新在教學生會 就組織了一些叫時事秘書 時事委員會 我參加了時事委員會 去到八一年就做了學生會的幹事 做時事秘書 八月年就畢業 接著就不久畢業之後 八四八五年就開始籌備 所以選第一次區議會 第一次區議會選舉 應該是八二年的新界 八五年新界裏面 已經是第二次區議會選舉 那時我是第二屆的區議會選舉 我參與 所以在八五年就成功當選 所以當時當選了 不知我記得是二十五或二十六 未夠二十六一定是 可能二十九、二十五 本來還要結婚 後來直播了半年結婚 選舉之後才結婚 好 那你同樣都是如人不熟 那倒不是 說笑而已 又不敢吹水 又不敢吹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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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那時候我比較幸運 我是八二年大學畢業 那時候很快就進入了一份銀行工作 銀行工作相對穩定 那時候的公司政策比較開放 變成有一些所謂兼職時間 放你去開公職會議 而實際上我由八五年一直公職上不停 由八五年做區員做到03年 然後八八年就開始做區域市政局 做到九四年 九四年之後就開始做區議會主席 九五年做立法會 然後九七年下車 九八年重新做當選IT的立法會 做區議會主席就做到九九年底 二千年就沒有再做區議會主席 但會繼續做區議員 做到03年底 做完那屆之後我就結束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計 已經是二十五六年 我自己一路在公職上 當然我自己在做公職的同時也有一份工作 變得比較穩定 這個就很同我們不同 我又未讀完書幫忙做 不然是兼職時間 然後為了因為現在地區工作很緊密 我們通常都是全職去拆人工又不高 到了選島 亦都有一個全職的區議員的身份去做 根本上都無瑕給我們 可能一來又小 就無瑕給我們找其他社會上的工作 到了07年落選了 都試過為生活的徬徨等等 所以其實都跟你們很不同 有些不同 但那時候你很快就做區議員 是不是這幾年你也讀書 是呀 是呀 畢業了嗎 未呀 因為今年又有選舉 可能明年才不倒業 好 現在這幾年 我想最早開始有所謂青年民建聯 我記得就在印象中 似乎民主青年都不是成立早過青年民建聯 但現在亦都有青年公民 有其他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青年新聞 不同黨派有民主自由還是自由民主 我都不知道 自由黨青年 自由青年 自由青年 可否介紹現在各大黨派民主 各大黨派裏面的青年團 大家熟悉最早的應該是民建聯的青年團 青年民建聯 之後就是公民黨 其實大家都學共產黨的青年團 之後就到民主青年 最新就是自由黨青年團 大體上 政黨來看 這四個政團 是比較規模的青年組 其實民主黨當時很早 其實創黨都有青年組織 只不過是一個事務委員會的性質 不是一個團體模式去運作 所以是有不同 你自己又落場踢球 又試試做一個廣播佬 你怎樣比較這四個青年組織 即是政黨的青年組織 或者是一些附屬的 或者是叫做分別的組織 我覺得其實第一 都是底線 他們都是基於自己所屬的政團去思考 我最近 剛剛星期三出席了一個地區論壇 八黨的青年負責人 除了那天剛巧臨時李梓敬 即自由黨那邊 因為要跟施華喝酒 缺席了之外 其他七大政黨的青年團的負責人 都在這裡 社民練 公民力量 公聯會 甚至乎新民黨都有 大家討論原來 又不是我想像之中 看得到他們是 即是我們想像之中 可能建制派民建聯組很左 但他們說的東西原來 在青年那一輩 又不是我認識的民建聯那種感覺 他們都是很開放些 都是敢現的 原來蔡主席周浩鼎 之後跟我說 是的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想說 但說了出來之後 又要召費 又要等等的 很多的制袖 甚至他之前 城市論壇說的說話 就用逮捕機制 公開說了 其實可能都要想想去檢視一下 這件事出了之後 他就讓黨召費 就叫他勒令他不讓他說話 我對我們民主黨 反而是我們很開放的 你們很容許我們在城市論壇 或者在網上言論空間 表達我們一些自己的看法 最重要是黨出了共識之後 就甘分黨 而我們黨的共識 也不是一小撮人自己去想 而是整個黨無分中稱 其實你是否想說 青年組織的自主性 其實都各有不同 似乎民主黨的自主性 又強些 青年民主觀上青年民建聯 可能會和要討論 派對線就強些 其他中間那些呢 即是國民黨新民黨 新民黨那天沒有什麼定懷 他們都是取中間之道 他們就說想走 不一定是黑白可以是灰的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大特別 暫時未看到 可能都是新的 那天反而另外 那是什麼場合 那是街頭論壇 是青年自庫搞的 在旺角街頭由七點半 旺角街頭論壇 搞到十點 晚上七點半 對 晚上七點半 搞到晚上十點 因為很多人 沒有那麼曬 對 沒那麼曬 都很熱 很熱 是 你那時候沒有街頭論壇 有沒有 學生會 有沒有類似一些 紅平台給一些青年去 因為你很難 譬如電台節目那些 可能都是有些知名度 有些年紀 有些月曆 維俗 可能是街頭 現在那個平台多很多 現在網絡平台也是一個平台 街頭論壇 以前你在街頭 我還記得我們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你去過請願也很大陣仗 很多人 現在就起隊很快 吹下雞就行了 那時候你們請願很多人 我們現在請願 不同 因為我其實是一些尷尬的年代 我是夾在中間 如果你相對我 跟我們民主黨裏面 一些比較年輕的 例如楊心 人他們那些 他們是七十年代初期 我們七十年代末期 八十年代初期 剛好早節 如果你說學運 所謂的叫火紅年代 我們火紅年代的美 剛好是很掃美那種 所謂七零年代的時候 寶釣 四人幫等等 已經是很早期 70年代初 所謂楊心 或者學長人 那類的就是早些 我剛好是水美 但也都是有些 還有那時候 大學裏面 可能意識形態 都比較左傾 在那個年代 對社會主義的嚮往等等 但到我入八學的時候 已經是私人幫倒台 重新認識中國 所以態度上 有點不同了 說回來 你作為民主黨的領導 起碼青年組織領導 青年參政一般 他們面對甚麼困難 我想面對幾方面困難 第一方面 就是究竟要想清楚 究竟政治是否一個不深 或者一個長遠的試圖 一個行程的考慮 這是很… 我跟很多青年人分享 你不想清楚這件事的話 你也不很有信心 想這樣走的話 在香港走青年參政 是很困難的 不能夠讓你 接受到現實去過活 很多現實的問題 譬如說 和你組織家庭 往後的生活等等 住屋 你只是以一個單是 一個從政的身份 你是很難適應到 現在社會的需要 這個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願意的 你能捱得到的 OK 我覺得是鼓勵青年人 是重組去從政的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想清楚 你整個的生活 可能可以去到你 穩定收入 去到四十幾、五十歲 你都要參政 去共演社會 都未遲的 這方面 第一要考慮 第二要考慮 你為甚麼而參政 你的理想 目標是甚麼 純粹你只想 港交社會 脈絡等等 你就要考慮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應該是有你的理念 有你的理想 你是要去一步一步實踐出來 我覺得這方面 你要想得 可能你覺得是民主 你覺得是追求民主公義 你就要在這方面 去鑽研自己去深化 如果你覺得不是 可能你覺得是 可能是親建制 我覺得是政策要推行 行如流水 你又堅持你的建制 現在民主 現在青年裏 青年在政治參政裏 政治江譜都很闊 建制裏面 比較堅實支持中央政府 或是爺 可能有民建聯 公聯會 跟著中間的可能有 新聞黨 自由黨 跟著可能有民主黨 左翼的可能有公民黨 和社民聯 最激的可能是人民力量 其實現在年青人裏面 有沒有一些 在接觸上 或者政治分析上 跟社會 每一次選舉都會對政黨支持 或不支持的成績比拼 但青年人會不會是 一般來說是比較理想化 是否兩者極端多些 還是會好像社會主流 邁向中間 你自己怎樣看 我猜最終仍然是 平衡分析 但只不過可能平衡分析 平衡分析 沒有那麼斜 高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兩邊都會多一些 比較平一些 事實是 但我們現在社會上 激進的聲音就很容易出到 很多人 甚至不理會的聲音 會隱藏 導致外交的感覺 會不會 像你剛才所說 兩者極端 我覺得不是 在我接觸很多的青年人裏面 其實也不是 雖然是多了青年人 97年之後 到03年 71年又說 多了不斷 多了青年人 多了解了政治 關心了這些人 但仍然都是一小撮 十年已經很快過了 十年很快過了 你九九年開始 做義工 學禮說做跑腿 到現在十一二年之後 你怎樣看到 當年你開始做義工的時候 會不會 覺得好像很異仗 現在已經開始很普遍 或者現在青年人對參 就算不是參政 為何對政治的了解 或者政治的認知 都比以前強了 你覺得 青年一般來說 現在是面對 升學 就業 拍拖 婚姻 或者前途 這些是比較關心的議題 多於政治 我覺得這樣說 又不可以說 我當時是很容易 我覺得 其實現在跟我當時 其實青年人的參與 其實大體上都是 差不多 只不過青年人多了怨氣 因為就像剛才說的 學業 柱屋 常流 等等 他要去表達 要去發洩 多了出來 但這些事大家都知道 民生和政治 是不能抹分的 所以你會感覺到 他們關心多了政治 但反過來 叫他們做義工 其實的確又不是那麼容易 不要以為他們關心多了 就等於他們會參政 或者了解多些政治 而去做義工 只是了解他們自己的範疇裏面的問題 環保的可能很關心環保的政治意態 教育的關心教育 房屋的關心教育 所以很多不同的自發的組織 是一些的 叫做壓力團體 很多都是很年輕的 只不過是這樣 就不代表傳統主流的政治參與 是大大增長了 青年參政會不會很容易放棄 做一做一做 撐不住 我也是不犯 多不多 按青年人的特性來說 其實原則上是容易的 對比起我覺得 我自己也想過放棄 有時我想回 你這麼多年 李永达 我常說王盛智 又是很多年都起起跌跌過 你又好些 王盛智 李永达 起起跌跌過 我都不少次 何盛人都 可能都成了三次宣署 那種堅例 我放回自己 我真的自愧不愈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 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都 其實那個堅定和堅持 是沒有你們那種 那種那麼強 現在我們都很多時候 說怎樣給機會青年人 你覺得在政治舞台上 空間上 青年人的機會 夠不夠 或者是否很難才拿到機會 拿機會不難 像你說有網上的問題 你這個研究 是否可以延續 以及有果效 我從你這裏主持節目 可能每一集你都找我 你給我機會 是否等於 建效到一個 傳統的社會上 你有一股政治平台 政治實力呢 這是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空間有很多 方法有很多 甚至青年人自己是構建 譬如他有人網等等 有很多的土龍群組 我問這個問題很特別 你是青年人 其實我也是政黨的負責人 我們每個政黨都是想 怎樣透過有一個青年的組織 讓他們有所謂自主 自主 然後透過他們能夠 吸納多些年青人 你現在在做這個工作 有一個青年民主 民主青年 民主青年去吸納民主 加入民主青年 難不難 相對比以前民主黨的青年委員會 因為民主青年現在不需要 入民主黨都可以參與 而且參與不單止 只是一起參與玩 搞不同的計劃 甚至可以有權 改變民主青年一些的路線 因為可以加入常委會 去有權投票和參選 所以這是很不同 青年人覺得 這個叫充權理論 Empowerment 就覺得很不同 所以比較容易 我們現在約會有三十多個 我們民主青年 由十一月到現在 約會有一百二十多人 有三十多個 差不多四十個 是非民主黨的成員 也很暗春 百多人 是 以前的青年是十多個 我知道 我知道 不是蔣泰人自己 滅自己威風 不過客觀上 現在民建聯 都快要邁向二萬人黨 我不知道青年民建聯有多少人 青年民主公民 青年公民 青年自由黨 青年團 等等 其實你有沒有知道 其實每個陣營有多少人 實在我不知道 但都是來來去見到幾個 除了青年民建聯 多些之外 青年民建聯 似乎他轉得比較多 是很容易 他們很快轉 以前是張國軍 現在換了周浩鼎 但轉了律師 周浩鼎 對 大律師 他們真是好像曾慶紅說 一輪之外 要說吸納專業人士 真是吸納到很多律師 青年民主黨 民主青年有沒有律師 沒有 都輕吻張 要呼籲青年民主 青年律師可以加入青年民主 我又問多個問題 吸納 現在民主青年 比民主黨的青年委員會 但相比之下 比以前容易 但客觀上 其實是否很難找生 為何 他們有這麼多選擇 他們為何要參與 又要用時間又要沒有錢 為甚麼呢 除了整班有理念 或者是群體 你玩我玩 人群效應之外 他們想不到 為何要參加 關我甚麼事 青年人最受歡迎的 甚麼組織 青年人最受歡迎 青年商會 是否最多 青年商會 因為有一群 有志祭商界 建立脈絡 從商的人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多人 他們經常說很多 青年人現在是 甚麼團體都沒有興趣參加 甚麼團體 甚麼團體 都是迷失在網絡上 是 覺得沒有一個團體代表我 我有興趣的 在Facebook開這群組 我將來的群組 我覺得不對 可以退走 即是好像 多快好生即食麵 喜歡今天來明天去 正如 華園行動 分了兩個Facebook群組 不知道哪個真哪個假 甚麼行動 華園行動 Facebook兩個群組 不知道哪個真哪個是假 兩番 其實都是他們的人 青年就是這樣 很浮動 是這樣嗎 很浮動 不會覺得民主黨 民建聯 或是一個團體可以完全代表我 所以我沒有必要 參加也不覺得你幫到我 但你搞的事情 剛剛遇到我的興趣 我就參加你 但參加完之後 你搞其他事情 我未必有興趣 我就不參加 是否鋪鋪清 鋪鋪鋪鋪 簡單地說鋪鋪鋪 簡單地說鋪鋪鋪 好 我們上一半節 都講了少少關於 密主青年 或應該這樣說青年參政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下面那一節 繼續講青年參政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我們回來下半部的 《射爆香港》 上半部我們找來 莫少倫民主青年主席 跟我們講青年參政 我們繼續這個題目 上半部我們都講了很多 青年參政的問題 其實青年人都面對很多問題 我都經歷過 不過可能我比較幸運的一群 或是我們很早就搞定 我很早就結婚 相對現在來的 現在那些人 越來越遲婚 很早就結婚 做爸爸 跟著參政 但現在可能年青人來說 很多時候面對 這段時間面對的問題真的很多 包括向上流動 包括向上流動 讀書 又要背債 生兒子 結婚 又越來越遲婚 其實參政是否很少數 你對比整個社會 一定是少數 貪政很多範疇 在政黨工作 服務政團 做議員助理 甚至自己參選 但青年人是否對政黨 都比較抗拒 你一般 絕對同意 比較抗拒政黨 你剛才問我青年人參政 規矩的所謂 自己選 幫忙等等 比投考警隊 數目青年人 所以你自己想想 整個青年人的群 有多少青年人熱心參與政治運動 所以剛才的問題 抗拒政黨是一個原因 第二 政治是否是一個好的出路 剛才上次談論了很多 這些都是要想的 我問你阿帥 你因緣際會因緣巧合 可能是因為朋友關係 叫你幫忙 你踏上政途 時光倒流你會怎樣 時光倒流都會繼續 你沒有後悔過去十年 我沒有後悔 其實自從第一年參選時 很多人都問我 你家人反不反對 你大兒子來的 你要養家的 然後我就很幸運 我有問過家人 家人就沒有大反對聲音 但最初都是不太想的 我寧願你不如找份工作 正應經經 正應經經 搞甚麼 但他沒有好劇力阻止 他覺得如果自己喜歡 就去做 剛才我最初是讀建築 建築 和物業管理的 其實我可以找這份工作 但我沒有做到 繼續在政治上 然後進修 讀公共行政及管理等等 在城市大學畢業 當中你問我 現在會否後悔方 我就沒有 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有甚麼得著 絕對有 那種社會的身份 是跟你一般的青年人很不同 你永遠都是莫議員前 莫議員後 當然有一種偏向 你跟官員 你平時怎麼會一個普通青年 去跟官員 跟立法會議員吃飯見面 甚至乎是見到一些 那時候見到一些 處長 局長等等 有幾個青年人可以 你還可以跟他表達你的事 他還要聽你說的話 雖然你做不做這回事 你可以罵他 絕對這種感覺 但給我最大的得著 是我建立了一些 很好的社會網絡 譬如當時在地區裏面 我主力是跟青年工作 和福利 勞工的東西 我跟地區的NGO團體 很熟悉到現在 很多時候都找他們幫忙 他們都很幫助 建立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人 在社會上不同的階層 也有 這令人生豐富了很多 尤其是現今的社會上 除了你自己有本事之外 你的人際社會網絡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不覺得後悔的原因 是在我在任期間 幫了很多的居民 處理了很多的問題 很多環境的改善 這是令到我滿足 工作上的實質滿足感 是的 你由義工去到自己參政 白一聲就贏了 事業去到一個高峰 然後2007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輸 有想過輸 但周圍的人都跟我說 你這樣做 其實看回你 做過民調和前輩 我們助選團的分析 我們都列出來 我們是六七個人選 我是第二機會未輸的 已經是 最終出來的結果 當然是 完全是想不到高票地落牌 二千多票地輸 輸多少 輸三百票左右 辦點來計 都是五到七個辦點左右 是的 二千五對二千二 接著又飄飄員辦一聲 跌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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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沒有做區員那一年 是否很失落 是的 不要說那年 那三年 就算對到現在 都有那種感覺 我自問我自己 雖然不是做得很好 但我全職區議員 我辦事處 由早上開到晚 星期六 又辦很多活動 自己月到貼每個月 是二三天才辦活動 是的 一個全職員 要加些 一個兼職員 自己全時間放下去 換回來 衰白猶榮 但自己也不開心 還有 在想 我上次已經有這麼多資源 這麼多時間去選 現在很明顯 一定沒有以前那麼多 如果我想繼續選 有甚麼機會 有甚麼機遇 有甚麼勝算可言 好 今天不是說你的選舉 只是說青年 或是一般青年 面對的起伏 其實政治也是這樣 不說鄧小平的 甚麼三上三落 說孫中山 現在新來百運 夾夾週年 前幾天我看了一部電影 說孫中山在南洋的一段生活 其實有些人支持孫中山 可能都不是支持革命 就是支持他那種 不停地說新來革命 不停地說新來革命 不要說新來革命 黃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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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起義 是第十次起義才成功 因為失敗了九次 以前有一句說話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有一句說話叫做 孫中山教父教我們 失敗乃是成功之無 這句說話掛在口邊 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何 但現在可能歷史慢慢吸收 其實真的要一個 好像你這樣說 是很堅毅 為何要說得出失敗乃是成功之無 就是因為保留一個希望 你失敗了 你選輸了 你輸了 因為你可以累積到經驗 等你將來再贏 所以這就是孫中山 在口邊 或者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學懂了 有些句說話 個個都識背 但未必理解到 放在這個從政之路上 其實有沒有體會 你覺得 絕對有 所以同意你所說 失敗是成功的踏腳石 正如剛才自己說 又做得不好的地方 可能人不夠成熟 到現在可能處事 自大人自密 可能未必最好 但起碼你之前 是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正如今天經濟各 跟你一起的分享 一起的性 更加又確立了某些東西 堅毅的精神等等 對個人成長是有幫助 其實青年人 不要說正前不正 其實做每一件事情都是 很多時候見到青年人 逃避很多東西 躲起來 就沉淚於一個網上世界 不去面對很多網上沉淚世界 他們的原因是不斷 可能試過找工作找不到 然後慢慢沉默 沒有事做 上網周圍玩玩玩玩 自自然隱蔽自己 我想問 現在你成立了的民主青年 有百多人 你說 未來11月就有區議會選舉 當然現在不是 所謂宣佈參選的時間 但在你的感覺 在你接觸裏面 民主青年裏面 其實有人說 民主黨都老化 沒有甚麼年輕的一代去參政 你不如告訴大家 在你接觸裏面 未來的民主青年 多不多去參政 基本上整個民主青年的常委 我們有14人 有十四分之十二 考慮 考慮會參選 大家看上來覺得怎樣 除了民主青年之外 除了常委以外 其他委員多不多 其他成員沒有委員 其他委員我猜都有三十個 三十個 民主青年有沒有說 稅數上限 有 三十九歲 尊之是三十九歲 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六十四日都可以 三十 一到四十 我們都會讓你繼續預賣 那一年 我們每一年交會費 那是否有些演員 我們都會設立一些 爭選委員 在民主黨裏面 雖然年紀過了 但是在青年工作裏面 仍然很有抱負 很有承擔 我們都會用起它 但是他不可以參選整個常委會 說了那麼久 我就問一下你 什麼最吸引你去從政 青年人其實有很多選擇 我讀大學的時候 有些叫做四仔主義 以前我讀大學的時候 四仔主義 我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很難有機會入大學 百分之二三 四仔就是老婆仔 寶寶仔、車仔、屋仔 四仔主義 可能大學生回來 出畢業很快便 可能是結婚 然後生兒子 買屋、買樓、車 四仔 有人做律師 有人做醫生 有人做教育師 有人做工程師 建築師 做了專業民事 然後生活穩定 做了中產 就是很多青年人的選擇 你亦經歷過 你亦未後悔 一直推動青年參政 或者青年人士去參與政治運動 簡單說 甚麼給你這麼大的動力 我想很簡單 因為想未來的社會 更加民主更加好 我純粹是一個 我不問我社會給了甚麼 是問我能夠給到甚麼社會 很美覺 很美覺 金賴迪說 不要問國家給到甚麼理 問可以幫到國家甚麼 青年人參政是很起伏的 其實參政本身也是起伏的 中年人眾召 是相對起伏的 相對比其他 例如你搞自己的事業也好 或者你搞自己的專業 專業或者是專業人士 可能穩定的一路上 做生意可能也有一定的起伏 但政治其實就是 有時候我經常掛在嘴邊 謀事在人 誠事在天 用今年的政治波動來看 例如大家記得過去十年 2003年民建聯七日遊行之後 那次的立法區議會選舉重創 短短四年去到2007年 翻身 大贏 經歷過一個很短的運動 現在風雨欲來 即是未來11月就是區議會選舉 你怎看你的大氣候呢 對民主派建制派誰是有利不利 我覺得仍然我都是不樂觀 仍然國風仍然依著建制派那邊 所以我自己都是比較 可能我自己本身性格 都是比較悲觀些的人 即是長相都是容易 是悲觀還是會否真的大家承認 民主派做得不好 我們民主黨做得不好 或者民主清潤做得不好 問題是資源上面 人家職傳 2003年輸了之後 就像你所說 去2007年一個翻身 他知道行對方法 亦動用了更加多資源 他知道這條路是對的 除非確實見到這條路 市民不再接受 暫時在地區議會上見不到 因為做很多直接民生地區組織的工作 這些是不會有錯的 派十包和派兩包不會有錯 派多幾包不會有錯 搞多幾個活動 幫多處理多幾個個案 這些不會有錯 但這些是很明顯的 資源上面 是要不斷增加去做的 所以看不到 人造我們都可以做的 但問題是 我簡單為例 我每一年都派月餅 我對手跟著我派 人家跟我說 人家派月餅的產家幾顆花生 我就做不到 我派一隻種 人家的種比較大隻 就是這樣 我只可以說是 民主黨也是靠派東西嗎 不是的 但理念上 你問我 民主思想當然是 人家建制派 在地區都是打民主建港聯盟 協進聯盟 拼了 所以都可以養 即使做個案 做個案 大家可以鬥做 大家可以鬥做 但有些說法 最近有些說法很有趣 街坊是怎樣 投訴就是找民主黨 我們幫他做事 然後就是 飲食食 或者派東西 就是民建聯工聯會 投票呢 投票呢 投票是怎樣的 最重要 不告訴你 所以有時有些 就是有事中無義 無事就下營樽 民主黨是否做過下營樽 或者民主青年是否下營樽 但你做得了正義 所以你是想幫到市民 改變社會 貢獻社會 你就不可以用自己下營樽 市民真的有需要才找你 你要這樣想 所以是這樣想 簡單來說 是否我們 繼續努力點 都是繼續得吉 做來做去 又不是 我覺得始終 如你所說 最終市民會看到 誰是做實事 誰才能夠 靜靜靜靜靜靜 幫到他們 改變他們的生活 民建聯 只用三至四年的時間 來一個大翻身 相反之下 其實你覺得 民主黨 會否從八九開始到現在 反為形象模糊了呢 是呀 一來被對手去模糊化 二來民主光譜越來越闊 都不知哪條拉 有激進又不激進 都是民主派 所以是 是的 但會否對民主黨 或對民主派 現在 你感覺 我又不覺得不利 如果泛民能夠團結 都是這樣想 但最終 我不知道有一個很遠的圖片 會否最終 其實 麻雷民建聯 也好 公聯會最終全部都是民主派 現在的年青人 會否覺得 哇 我們曾經 幾年前 周若誠做了主席時 說 加入我們民建聯 升官發財 或是 是否給人的感覺 民主派 你這樣說 青年人都希望有前途 似乎現在 很清楚 公聯會民建聯也好 所謂建制派 是阿爺 麥許或阿爺 粗身派對選擇的政黨 在他們裏面才有前途 民主派裏面 都是壞孩子 就是壞孩子 沒有什麼前途 年青人會否有這個感覺 沒有 我自己也沒有 你沒有 我反而覺得 你接觸的青年有沒有 都不覺得 反而我覺得 民主黨給了更加多 民主派給了更加多的空間 去闖去發揮 但正如剛才所說 反而在建制派裏面 更加受一些規限 其實民主派的青年組織 自由開放些 你的意思就是 獨立自主性強些 自由發揮的機會 空間亦大些 變成如果有興趣參政 可能他們對民主派的青年組織 可能吸引性會比較強 是否這樣 可以 但是 投票又不是這樣 是否青年人的投票率 實際上青年人的投票率 都是低一點 其實這幾年的政治運動 由2008年打後開始 香港以前民主黨獨大 加入公民黨 後來再成立社民連 然後開始人民力量加社民連 政治光譜由單純兩大政團 民建聯和民主黨 現在到建制派 由民建聯加新民黨 公民力量又有 新民黨 民主派亦有四五個黨 在這樣的環境 政治光譜是否令青年人覺得 這麼複雜很混亂 會否 我又沒有這個感覺 如果不關心的人 永遠都會有這個感覺 都是煩都是不要搞我 但如果是有心關心的人 我覺得我更加是 多選擇 多選擇 就是這樣 要不關心的話 他怎樣都會覺得是混亂 怎樣令到他們關心 其實 甚麼可以刺激到他們關心 或者為何他們不關心 我只是問大家 第一 我想國大政黨 除了自己本身做得好 提合到青年人的需要之外 就從教育開始 因為我們香港沒有政黨法 究竟其實 很坦白說 我其實之前有做些兼職 在一些中小學裏面 搞一些課外活動 青年那些事情 有時說回 他們都不熟悉 原來甚麼政黨政治 原來黨也說不出 民主黨也說不出 民建聯又說不出 其實這些事情 都是一個公民教育 因為政黨 大家都知道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短的歷史 也都是一個佔著重要的角色 其實是否可以在教育上 尤其是公民教育上去反映 民主青年有否跟外國勢力有些聯繫 有否勾結外國勢力 有否勾結 我們有結連 我們會有一齊探討 我們接下來12月 我不知道在我的印象之中 是有史以來 我不知道建制派 民主派的能夠找到幾個外國 一些政團的青年部 來香港搞一個 國際教育上講 講世代革命 有荷蘭 德國 有瑞典 甚至是新加坡 本來之前用去台灣 台灣可能因為1月選總統 可能因為12月就未必得 這個是一個大膽的創新 我覺得在香港裡面是少有的 即是民主青年都伸出手 走進國際 我們有寫的 我們是以國際視野為目標 你們多不多有些所謂 組織到青年的民主青年去外國訪問 有我自己前陣子都去了 譬如說去了中東 去了黎巴嫩 去跟全世界的民主派的政黨 一起去談一些社會 或者世界問題 環保能源 另外有得著 我們很多時候都跟 譬如去Yuda 什麼叫Yuda Yuda 怎樣說呢 Yuda 全名是 什麼 Youth Liberal 什麼 是 什麼 Youth Young Liberal Democrats 是 他們很多都是 不同地方裡面 一群 在政黨裡面有一群青年的團體 他們自己互相經常有交流的平台 他們都會邀請我們 我們也會邀請他們來搞一些 其實民主青年都會跟一些所謂 香港以外的 你們當時也好像有 我自己當然我有 但當時我參與不是青年 不是Youth英參與 我參與與其他政黨參與的聯繫 即使民主青年有與海外政黨的Youth 可以與共青團一起交流一下 共青團我相信有自己所謂的 共青團可能沒有 世界上有幾個大組織 有些叫做自由民主聯盟 有些叫做基督民主聯盟 有些叫做社會民主聯盟 幾個大組織 可能是共青團 中國共產黨相對比較獨立 他不會跟所謂的國際組織掛毆 但國際的左翼組織 左翼政黨有些所謂聯盟的平台 特別在歐洲應該這樣說 因為歐洲比較特別 歐洲有些叫做跨國家政黨 跨國家政黨 譬如因為他有歐盟的關係 有歐洲議會的關係 因為歐洲選舉的時候 去到立法會 去到他的國會 歐洲議會的時候 可能有幾個 所謂左翼中翼自由中間派 和有翼政黨聯盟 不過我們說回青年組織 我們都很高興 我自己都很高興 你們今天上來 介紹了民主青年組織 最後給你30秒 有甚麼祝福或分享自己個人的感受 我鼓勵青年人多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 而自己身邊的事情 其實民生也好 政治也好是息息相關的 你說你讀書難度 不是先從一個政策 而產生出來的執行嗎 不代表你要參政 但你要參與 我們今天很多謝莫少倫阿雪 來我們分享介紹民主青年 和青年參政的一些好語懷 或者一些享受 或者挫折 下一次我們繼續找來新的嘉賓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